民国107年通过农贴水利组织通则 将在今年10月1号正式改制公务机关 由政府指派新任会长在相关执法未定定 且外界仍有一律前 今年4月三读农贴水利法草案 对于农民及未来农业发展是好是坏 村民保持不同意见 但基层的村长觉得 对基层的水利人员是有一定的法律保障 来咨询水资源的保护 农业用水现况现存的问题该如何调配管理 农民本身最知道 因目前连贯区内的农田都常年供应不足 只顾不暇 在管路、郡沟都未完善建设的情况下 水资源的调配及保护就更相形重要 农田水利会公有化之后 像我们平和自协这边非贯区 应该会想到有贯区的福利 对农民的灌溉福利会更好 供权力也比较好 地方政府还有相公所村办公处 大家的协助的话 会对我们农民的权益更好 所以我们村办公处、村长都非常忙碌 有时候我们怪手要去饮水的话 会受到酒喝级的 就是说要申请很麻烦 如果由我们的农田水利会来申请的话 可能会比较方便 农民灌溉会更好 而当前农田水利会公权力不足 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下滑 是农民觉得最需要革新改变 需要导入新的经营管理模式 应该加重农民的参与程度及话语权 但绝对不是直接变成公务机关 农田水利会改制为官派 是否对农民更有利 今年10月就会有答案 记者林杰寿风采访报道